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那今天为您探讨的话题呢 是2016年旧金山湾区地产市场的几个重点 那2015年大家都知道旧金山湾区的地产呢 是一个全面上涨的一年 2016年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大地地产公司的总裁 陈建新先生Stanley Stanley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联储局呢就是今年大概是接近了10年 首次上调了这个基本利率0.25 那您对这个事情就是说 对我们整个的湾区的经济啊 或者是美国的经济 还有这个地产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 从这个股市大涨可以看得出来 对美国经济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那对房地产会不会这个问题 才是我们的思考的重点 我的感觉是应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冲息 因为0.25时代来讲不是太多 大家其实都有这个心理准备 可能是他不断的持续的上调之后 才会真正的对这个贷款比率会有一定的冲击 对我们要等说下一波什么时候调 调多少 是不是每个月调还是每年调 这些都会影响到后市 对但是基本上来讲 现在这个0.25呢 总的来说呢 还是一个有一个对美国经济有一个信心的这么一个讯号吧 就是基本上可能是从低谷再往 已经走出了低谷这样一个讯号 对 那对于湾区的这个地产市场呢 2015年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您从现在来看 明年您认为会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趋势 我想这个2016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年度 对于黄历层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感觉在现在2015的年底 这个买力还是蛮强劲的 就是说虽然成交量不是那么多 因为没有inventory 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说这些买家还在 那他们都是以前没买到 应该是明年还会继续再买 它不会消失嘛 只要它有工作 所以工作是一个重点 那现在看起来 很多公司都还在招人 所以呢 这个employment应该不是问题 只要employment不是问题 房市就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 首先就是觉得2016年 应该肯定不会下走 往下走应该是不会的 不可能 涨多少是一个问题 就是还会是继续一个 对 那你有没有感觉说已经到了顶了呢 从来没有 所以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从来都没有到 每一次都有新高 每次都有新高 可能下降一点 然后又继续的double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湾区的 这个房地产尤其是我们华人都很喜欢 买这个好学区的房子 那这个好学区的房子 现在已经是 价格是已经是很高了 是吗 我要这个所谓很高 是relative 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很高 可是一直都往上在走 所以水涨一直传高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通货膨胀吧 因为以前我们买房子并不要这么多钱 现在就是要花这么多钱才能买到房子 所以一个 那Stanley你就是说 那我们在湾区的都有哪一些学区是不错的 就是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然后另外就是大概这些学区的房价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我想最有名的应该是Cupertino这个学区 是几乎是全美国都很有名的一个的学区 然后它的房价并不是说最高的 譬如说Parao Alto的房子就比Cupertino还高 当然它学区也是很好 可是对一个买家来讲的话 我只要买到一个好学区 价位比较普通的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买最贵的嘛 所以是一个比较上算的选择 应该是在这种Cupertino Satoga这一带 因为Parao Alto那么小的地方 也不够分配 也寄不进去 那大家Parao Alto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一千五六百尺的这样一个 就独立屋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如果很难用一般 不过就大概 如果那个size的房子 你是应该是在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 最近有一个news 就是说Parao Alto能比较特别一点 来看是只有五六百尺的一个小房子 它要卖一百三四十万这样 五六百尺还有一个房子 然后要卖一百三四十万 所以这个表示说那个地区很多人是不顾一切的 要冲进去 要冲进去 那比如说在Cupertino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Cupertino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你在Cupertino虽然是很贵 可是你起码进的学区 你即使买一个小房子 一百四十万的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有这样的机会吗 就是小房子可能 比较小房子一百多万 然后慢慢你再换大房子 因为最近我们成交的一个就是一千九百尺的房子 可是那个要卖到两百万了 所以你如果没有两百万 那你就是买小一点的房子 其实也不错 在Cupertino还有机会了 那其实我也知道 就是湾区的这个有钱人比较多 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可以承担得起两百万 甚至是三百万的房子 在Polato 两百万Cupertino 那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人 是承担不起这么高的一个价格 就是即便是双职工的话 可能价格两百万也还是很高了 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如果人想寻找好学区的话呢 那你是好往外围一点的 学区不一定说是第一名的 可是还是中等的学区 那比如说像南湾Campbell一带 Campbell一带学区都还过得去 当然不是最好的 可是呢价位就差很多 就是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房子 而不是太小这样 所以就感觉说学区房的 未来的这个升职空间还是会 还是有 还是有 只不过这个程度的问题 绝对不会往下 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 把小孩弄到不好的学区 对 尤其我们华人更加看重这个教育 对 所以首先呢就是说2016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房价应该还是会往上走 这是我们的感觉 走多少可能大家要精官以待 那同时这个好学区呢 还是会继续抢 然后呢可能好学区房 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要就是要多留意 在这几个地区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再回来 好 欢迎回到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 2016年旧金山班区房地产市场的 一个几个重点 那刚刚我们谈到了 Stanley 我们就是2016年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房价应该还会上涨 那么好学区房呢 也是一个非常一个 可能要去抢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除此之外 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 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呢 买房子其实是不能等的 就是说你等的 只会越来越贵 所以你如果说买不起 贵的你应该先从周围 比较便宜的先进厂 一定要进厂 这样慢慢的你才可以往上跳 那基本上就是说您觉得2016年的建议就是如果想要买房的 还是要就是说去入厂 要入厂 因为可能很多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 就是说要不要买了 因为已经这么高了 就是等一下吧 对对对 但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越等越是越贵嘛 所以应该从外围开始进厂 或是从小的房子在你的要的地区迁入厂 然后再慢慢的换大房子 OK 但是重点就是要进厂 要进厂 另外当然就是说 loan方面的话也要准备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买房的话 可以像您的建议说是到远一点的地区 或者是小一点的房子 就是到时候可能这个市场跟着涨的话也会 也会 你才会跟着上去 跟着上去 不然可能是不是未来您会觉得有很多人 永远都买不到房子 对啊 所以现在有些有些买家 我发现就是开始去买这个mobile home mobile home 活动房屋 活动房屋 那以前我们觉得活动房屋 真划不来 你又没有地啊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没地方住 你又想要在好的地区 所以你只好去买mobile home 所以我们有观察到mobile home的市场 其实最近都也涨上来 也涨 都跟着涨 多少的问题也是跟着涨了 所以那也是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说你如果买不起房子 你可能从mobile home开始 mobile home开始 也是一个现在的趋势 对 我是听到就有这样的故事 就是可以mobile home 其实也是很大 有一些三居室 或者是 住起来是很舒服的 只是说你没有地 然后每一个月你要买 有租地的费用 对 有交地租的费用 对 但是就是有的会投资的人 就是他可以买这样一个房子 是出租出去 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地租的费用 给cover 然后房子也会就是投资的价值 这个能不能租我不太确定 因为照我的了解你可能有困难 如果说要出租 那可能是 所以自己住的比较有可能 对 所以像包括还有就是说 condo啊 townhouse啊 这些都是可以 对 所以这些也会跟着 长上来的原因 就是说 以前没人买的 现在慢慢的都有人买嘛 所以以前认为是 不是那么好的 现在也慢慢的就是改变了 现在都是寸土寸金 寸房寸金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观念是要修正的 对 另外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 想法就是说 其实去拿钱去租房 好像等于就是说 永远都制造不了 就是产生不了价值 如果去买房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你居住在美国 美国政府给你的这些好处 都是给有租房的人 有房子的人 他没有把tax adventure给这个 没有房子的人 所以变成就是说 你如果不买房的话 政府不会帮你忙 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您对于这个 就是有房子的话 就是这个homeowner的话 对 有哪一些好处呢 我第一个 你的利息可以报税 可以减税 就是mortgage的这部分 利息可以减税 对 你租房的 你的租金是 不能减税 不能减税 现在还有没有就是首次买房的话 可以有一定的这个tax 现在是很少看到有这种 当然就是说对贷款来讲的话 有很多很多银行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program 他们对投资买房 他们都是满满满满满好的条件 所以不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的意思 譬如说FHA就是很少的当payment 就可以买房 只要你有工作你有收入 像一般应该要take这种opportunity去 把这个贷款的事情先搞定 先搞定 你买房子之前 一定要有贷款的准备 除非你用现金买 或者你如果贷款没有做的话 到时候市场一热起来 你抢都抢不到 人家不愿意卖给你 这个连贷款都没有 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跟我们以前也不太一样 就是说买了以后再来想说 要去哪里贷款 这个日子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而且现在就是说 因为利率还是比较低 对啊 所以现在的贷款 应该说是在美国几十年以来 是最低的一个贷款 是啊 是啊 所以也是要刺 因为美国政府也是想刺激这个人 去买房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是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 马上这个2016年的这个春季 春季应该都是每年这个 抢房子一个最热的一个季节 对 那您对这个春季2016年 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就是 房屋上市是怎么样一个看法 我当然每年春季 过去几年来讲的话 你如果看黑水的话 春季都是很热络的 为什么呢 因为存货慢慢多起来了 大家愿意买 不大家愿意卖 所以你就有比较多的选择 所以您觉得2016年会有更多的卖家 愿意卖吗 一定会有 因为市场 因为市场第一个 你好到一个程度很多人觉得说 够了 我这个价钱我愿意走 他就走了 所以他就会拿出来卖 已经一百多万了 对啊 会卖吧 事实上过去几年都是这种 售客啦 他们可以搬到 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嘛 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这个 这个退休生活 退休生活 不要在班区跟大家抢 对对对 没有必要 对 所以2016年觉得 会更多一些 希望 希望日益 但是每年春天通常都是这样子 所以 那如果说想在2016年买房的人 您刚才也提到了 要提前做好准备 对 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房贷的 这个准备之外 还有就是说是哪样一些准备呢 房贷是要去做 pre-approval 对 要做pre-approval 除了这些以外 你当然要 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你要买哪一区 多大的房子 你要 要先看一下这个市场上的房子 也许可以心里有点准备 这样子 嗯 嗯 所以 嗯 嗯 agent 帮你 对 pre-view一些 也是要很好 所以这方面可能是 因为就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地产市场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可能差一条街 会差很多 对啊 对啊 所以这方面就是 可能很多的知识是 要 尤其是 譬如说在 在万区还好 在旧金山市区里面的话 嗯 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什么隔一条街 这个整个景观完全不同 房价不同 这个 观感不同 就是差一条街 对 所以这方面就是要 可能要多了解信息 同时呢 也应该去找专业人士的 那个就是地产代理的 一些帮忙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再回来 好 欢迎回到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是2016年 万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 几个重点 好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大地地产投资公司的 总裁 陈建新先生 Stanley Stanley 那我们接着就再回到 我们刚才谈到了 几个重点 已经谈到两个 一个就是说 其实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说 万区这个 2016年应该会上涨 那好学区可能还会继续抢 另外买家呢 可能不要因为这个 就不能等待吧 等待可能不会创造架子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 刚才讲到 inventory的问题 inventory就是应该 会有一些 在村际的一些增加 那就您也谈到了 就是关于这个 买房的人 他要做的一些准备 我还想就是问这个 替这个买房的人 要问几个问题 比如说在看房的时候 因为这边的这个房地产的 包括房子的这个建造啊 各方面还是跟这个中国的市场 是有所不同的 那比如说这个华人移民的话 想在这边看房子 您觉得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我想问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这个装修 里面的装修是不是很重要 装修对我们来讲 并不是第一重要 因为装修其实是表面的 而且现在的装修的这个 开销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 那因为现在的地贵了嘛 然后相对的来讲 装修就便宜了 所以装修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 当然你大部分人还是喜欢 看装的漂漂亮 那个staging啊这些东西 这是人性啊这没有办法 但是你就是对这种 没有装修的也不要排斥 因为你就是要有这种眼光去买 你才买得到 因为obviously 如果装修的很漂亮的房子 都抢得更凶嘛 如果没有装修的 通常就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这就是你要有这个sense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你看房子其实看格局了 看格局 看格局 这个floor格局 甚至进一步的说你 你比如说你一块地 有时候你会看到 因为它的地皮很大 可是呢我最近就碰到一个case 就是说房子放在一个地皮 地上的那个方向不好 歪了 歪了或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有些人说 我如果买一个大的地皮 我可以加盖 比如说我可以重盖也好 加盖也好 所以它的目标就是找一个地比较大的 结果发现有些大的地 不见得容易加盖 因为原来的房子的坐下不对 你角度不对 我今天碰到一个senseville一个房子 就是说它有一万多尺的蜡 可是它想要加出去相当困难 因为呢它这个角度 走向 走向 非常重要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就是说 我是觉得要注重的 因为你可能不需要现在加盖 可是以后你要加盖的时候 你就面临这个问题 对 您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些那个建议 我觉得可能这个对就是要买房的朋友都非常重要 就是房子的走向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改不了 对啊 或者花更大的价钱去改 对对对 那么还有就是您刚才谈到的里面的这个格局 里面的格局也不容易改 虽然你可以改 可是就是要多花一点钱 对 但是装修反而其实是最容易改的是吧 所以其实是表面的 装修最低谈的那个油漆是表面的 另外我知道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有一些可能路冲啊 包括我们谈到某一些小 对对 路冲的话当然这是一个大忌啦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我们客人通常不会选择一个路冲 所谓路冲最重要的就是T字形的 你的房子刚好面对一个马路 这个T字形的是最不好的一个location 那当然有些人说转甲的房子比较吵 比较不安全 这也是一个一个想法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高速公路旁边那些都是一个问题房子 对对 所以可能看 而且还有看这个房子本身可能还有 就是更加一些那种专业的想法 比如说不是说我们看里面很漂亮 也许可能看一下它的这个房顶啊 窗户啊各方面的 这个可能也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对 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方面呢可能还是要就是 对于买家比较重要的呢 要去找一个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 对对对对 可以帮助你一样 对房地产代理这个可能还是很重要的方面 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个人买家 想要给自己买房的 还有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投资人 对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我们也知道大量的这个投资的钱 再到美国来 从国外 包括从亚洲 从中国过来 那这些投资人 他想找投资机会 2016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这个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湾区永远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 基本上这边的这个 公司啊 这些都是蛮火药的 所以呢 这边不管是商业地产的投资也好 或者是住宅也好 都是蛮有前途的 因为湾区土地已经很少了 所以如果有一块地可以开发的话 就非常宝贵 对对对 因为湾区是一个valley 所以一个股 后面都是周围都是山了 那我们知道您今天就是 您这里面有一些 大地地产投资公司呢 有几个项目 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就是这个 对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我今天有三个投资项目 可以提供给这个 投资人去 对投资人 一着是小资金也好 大资金也好 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有一些价值的 最大的一个是St. Carlos St. Carlos就是在 三号塞跟旧金山中间 中半岛 学区也是很好 很好的学区 交通也很方便 那这个地是有景观的 可以看得到 山顶的房子 那这个是一个十二亿克的这个地 那详细的情形你可以再跟我们联络 不过基本上我们是准备开发这个 有可以盖二十几栋豪宅的一个土地 那一个你可以整个卖断或者是合作 合作开发 我们都可以可以谈 另外一个就是说在Mountainview三景城 我们有一个office的一个commercial地 他是干office Mountainview现在那个office是非常贵的租金 对啊 你知道Mountainview有Google 有这些公司在那里 把所有这个office都抢光了 所以obviously这个也是一个蛮热门的一个地区 所以这是要盖这个office吗 对office 就在三景城盖office 三景城对 这是一个commercial的 那另外一个是在Fremont 这是一个condo condo的特点就是说 它是在这个bar station旁边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bar 你下了火车站就在旁边 所以就是冲着这个东西 所以有很多房地产你可以投资 可是你要想到就是说 这个以后出路好不好 对对对 未来的价值 未来价值 你说未来 我是觉得bar可以到的地方都会 都会很好的发展 所以这个都有它的重点了 所以我们找的这几个project都是 蛮有意思的 当然在湾区要发展并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从这个土地规划到建筑师的画图 到市政府的许可 所以你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些 也好几年了 好几年的这种基础工作 对对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我们感谢斯丹利今天给我们介绍了 湾区2016年的房地产市场的几个重点的一个展望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斯丹利今天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 很好的投资项目 斯丹利感谢您今天过来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